人类与微生物打得难分难解 对抗肺炎有两大武器 药物和疫苗 抗生素后浪推前浪 治疗肺炎能不能有突破 就看抗生素研发有没有进展 例如 当金黄色葡萄球军队第一线抗生素产生抗药性 就发明第二线抗生素来对付它 等它又出现抗药性 就等第三代药物来压制它 如此你来我往下去 青霉素类的抗生素就已发展到第五代 除了青霉素 还有其他抗生素陆续问世 包括黄岸类药物 烈霉素 四环霉素 红霉素 奎若铜 等 虽然永远有新抗生素 但细菌也很厉害 会一直找出路 犹如十年前 暴事不动 胆菌还不怎么厉害 现在医院加护病房 呼吸照护病房都差不多沦陷了 疫苗进展 治疗肺炎大费周章 又可能有难缠的抗药性问题 不如尽量预防生病 这就要寄望疫苗了 肺炎最常见的致病原是肺炎链球菌 而肺炎链球菌的行别多达90几种血清型 近三年常见19A3、14、23S等型 占总数五成以上 1980年代 23架肺炎链球菌疫苗问世 架代表疫苗含有几种肺炎链球菌血清型 23架即代表可以预防23种血清型 2000年又有适合幼儿的7架疫苗上市 后来陆续有10架13架疫苗 涵盖的血清型越来越多 保护力也提升 人类与病菌的战争还要继续打下去